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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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招商中心空无一人 投资上百亿 开盘时需要摇号才能买到的商铺 现在却连租都租不出去 两千多位业主血本无归 你们看那里有个恭喜业主街房 但是现在业主心里的苦涩 只有自己知道了 当时一楼的商铺卖的是最贵的 两万七一个平方 大一点的商铺买下来至少两百多万 以前的一铺养三代 变成现在的三代养一铺 这样一个铺子 当时至少五百万以上 当时现在却连租都租不出去 当时开发商承诺要仿租三年 但是很多商铺整整三年都没有租出去 你们看这里卖家比顾客都多 整个商场冷冷清清的 现在整个商场只有少量的商铺还在营业 但是不知道他们还能撑多久 楼上几层都是空的 你们看这个模特比我都高 这里和朝天盟批发市场的盛民国际时尚城市 同一家开发商 当时号称朝天盟批发市场要搬过来 这里会是下一个洋人街 却没想到会落得如此敬意 再一次真诚地告诉大家 如果真正好的商铺 开发商是不会拿出来卖的 拿出来卖的商铺 最好不要去碰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领现金